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似乎只有一碗清汤面搭配一杯白开水特别接地气 事实上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 周润发渐渐减少了娱乐圈的工作 享受着休闲的养老生活 经常乘坐地铁出行 穿着拖鞋散步去山上跑步锻炼 或是去市场购物等等 因此人们时常能在香港的街头巷尾偶遇他 很多人心里一直有一个许文强 很多人心里一直有一个小马哥 很多人心里一直有一个赌神高尽 但在我心里万般经典 皆不如那个对世间深情的发歌 周润发是个孝子 与母亲感情起好 人尽皆知 母亲还在试试周润发最爱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带妈妈喝下午茶 据住在他母亲周围的邻居说 周润发每周都会定时来报道 陪妈妈逛街喝茶吃点心 大伙们都对这位影帝的孝心交口称赞 熟悉周润发的人都知道他曾经与吴梦达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吴梦达曾放话说周润发是我这辈子最恨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要从1990年说起 当时吴梦达因为赌博欠下了30万港币的银行债务 他四处借钱来还债 却一路碰壁 饱尝世间冷暖的他想起了周润发 当年他们两人既是黄金搭档 又是曾经的训练班好友 常常一起吃饭聊天 喝酒和切磋演技 然而吴梦达一开口就被周润发冷冷地拒绝 你自己解决 吴梦达深受打击 认为周润发无情无义见死不救 心灰意冷的吴梦达愁思难解 已经走投无路 正当这时 却突然间接到了电影《天若有情》的邀约 电影上映后居然大获成功 他的巨额债务马上就还清了 还因此获得金像奖 最佳男配决奖 在获奖现场 周润发亲自上前来祝贺吴梦达 吴梦达还记恨着他 冷着脸说 没有你的帮助 我也不会饿死 不久后 《天若有情》的导演告诉吴梦达 其实是因为周润发的大力举荐 你才能接到这部片子 得知真相后的吴梦达 再见到周润发时 一时百感交集 抱着他嚎啕痛哭 原来周润发对朋友 无情无义的背后 是他的良苦用心 吴梦达从此把周润发 视作这辈子最感激的人 香港的娱乐圈里 毕生都感激周润发的人 还有一个 他就是刘德华 当年刘德华还是 名不经传的小明星 默默无闻 周润发曾经把 《逃奔怒海里》的角色 让给了他看好的刘德华 从此改变了刘德华的一生 当时刘德华因为这部戏 在海南拍不高兴 要剧演 周润发怒气不争 你算什么东西 你现在有选择的权利吗 刘德华这才接下了这部戏 从此崭露头角 声名雀起 步上了一帆风顺的从影之路 因此直到现在 刘德华都深深地感激周润发 一个机会 一句怒骂 给了他一个崭新的人生 周润发有一个初恋 名叫妙千人 还曾获得最上锦小姐的美称 他与周润发的结缘 是因为一部狂潮 那年的妙千人刚满18岁 与周润发饰演了一对夫妻 随后两人阴系生情 热恋中的周润发和妙千人 丝毫没发觉他们感情中存在的隐患 别看他们同台 献唱英文歌的时候是那么甜蜜 其实私底下却很少有共同语言 穷苦人家出身的周润发 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挣钱 以及挣更多的钱 而家境优渥的妙千人 他喜欢的却是琴棋书画 不用想这样的两个人注定不会长久 本来他们也没有那么快分手 但四哥谢贤也就是谢霆锋的爸爸 不顾妙千人又男朋友的事实 对他这座有主的山头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谢贤可是个情场老手 知道追求女人需要用到什么 无非就是钱和很多的钱 年纪轻轻的妙千人 哪里见过这么豪横又会疼人的中年大叔 于是为了跟41岁的谢贤在一起 妙千人以性格不合为由 向周润发提出了分手 事实证明 有钱的大叔都不是很靠谱 花费巨大代价 从周润发手中抢到妙千人后 谢贤不久就对这个小美女失去了新鲜感 转而去追求老牌港姐迪波拉 被初恋抛弃的周润发 根本就没有心思去理会妙千人和谢贤的破事 因为他早已深深陷入了陈玉莲的温柔乡 陈玉莲是谁 她是金庸的御用演员 出演过她笔下的好多人物 追她的人都排起了长队 四大天王之义的刘德华都曾追过她 年少多近的富二代也为她倾倒 但无一例外都被她拒绝了 直到1978年 她在拍电视剧《大亨》的时候 遇到了周润发 一向很少动情的陈玉莲心中 却泛起了一丝带有春意的涟漪 正巧周润发也对这个美得宛如画中人一样的美女一见钟情 两人互有好感 就看谁先有勇气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在日夜遭受相思之苦折磨的情况下 周润发首先承受不住了 鼓起勇气主动向陈玉莲表白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陈玉莲竟然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从此以后两人爱得难分难舍 不过乐极生非 他们的这段感情遭到了周妈的强烈反对 原因很简单 就因为陈玉莲的名字里面带了个帘字 一看就是命苦的人 坚决不能让她成为周家的儿媳 陈玉莲也忍受不了未来的婆婆 因此迫不得已向周润发提出了分手 只是当她说出分手两个字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周润发爱她有多深 直到周润发喝下自制的毒氧 差点为她殉情的时候 她才知道周润发爱她已经到了 没有她就活不了的程度 陈玉莲很内疚也很感动 但也很抱歉 她已经决定要离开周润发了 不会因为这次的殉情而有所改变 1983年 他们经过短暂的复合很快又分手了 不知道是不是赌气 周润发很快就娶了一个 没有经过恋爱的女人 于安安 这个于安安之前是导演尔东升的女朋友 她想结婚 而尔东升却不同意 所以也和周润发一样 是个被情所伤的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样选择了用结婚的方式 去惩罚不在乎自己的前任 两人都是怀着一时冲动的心情 婚姻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仅仅维持了9个月 这段婚姻就仓促结束了 在外人看来 是周润发赴了于安安 那段时间的周润发有苦难言 她心想 既然婚姻这么伤人 那就以后干脆不要结婚了 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娱乐圈的工作自然也少不了应酬 在某次朋友安排的聚会上 周润发再次遇到了 让她有结婚冲动的陈慧莲 这段感情令人咋舌 因为女主角陈慧莲毫不出众 如同路人 但是周润发说 外貌漂亮的女性 我见得多了 看得多了 也就觉得平常了 我现在选择女友的条件 是内心的美 因为我感到内心的美更难得 更重要 也更吸引我 她们交往了三年 正式结婚了 婚礼上陈慧莲动情地说 这一生中 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就是让我成为周润发的妻子 其实陈慧莲是新加坡富商之女 是一个标准富二代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她所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 这也是日后 为什么周润发如此倚重她的原因 婚后周润发的演艺事业 全部交由她来打理 她是周润发的经纪人 私人助理 半个律师 公关和英文补习教师 说起这段感情 发早由衷感慨 她们两人相识到相爱 一切只因缘分 自结婚后 她们相互依偎 把爱意贯穿在生活的琐碎点滴中 她不自觉是明星 她亦不觉得自己是影帝妻子 她们自认只是普通人 她们一起耍乐大碗自拍 一拍童真 活得像个孩子 轻松又快乐 虽然没有孩子 但是二人世界 依旧过得有此有味 说起孩子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也是两人心中永远的痛 婚后两年 发嫂曾经怀孕 但在快要临盆的时候 孩子却因为期待产景而夭折 这样的噩耗 如同晴天霹雳 让他们夫妻濒临崩溃 失去孩子的痛苦 发嫂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才勉强释怀 于是周润发后来决定 为了妻子免于再陷入这种痛苦 不再要孩子 很多人都为此感到惋惜 但是周润发却说 没有遗憾 我们两个人已经足够幸福 其他的我就不奢求了 相比娱乐圈的重心 周润发简直就是一个异类的存在 他崇尚极简生活 买东西从来不去大商场 只去普通商店 他跑到地摊 买财15块钱的拖鞋 还为此和老板讨价还价 他的拖鞋罩 曾让许多人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影帝 而他的接地气还不止于此 他热衷公共交通 从不豪车出行心事动众 香港的路人经常遇到周润发 他从不摆明星架子 总是亲和地与他们拍照 遇到不好意思的路人 他还会主动打招呼 快来呀 我很想要跟你拍照啊 他从没有架子 他自言只是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但这个普通人一直执着于 让自己的爱心和善意影响更多的人 台风袭击 他冒墙风 清理路障 他极简生活 把一生的财富 56亿港元相当于49亿人民币 全数捐给了慈善机构 这般世间深情无人能抵 我们的发哥今年65岁了 生在1955年的他 在人生的长河中 已经走过了很长的岁月 但我相信 我们对他的爱意 一定会在往后余生 一直持续下去 成为永恒 感谢观看